电影云呢,云里简优,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小伙意外获得超能力 他只要亲一下别人的嘴唇,就能获得对方特长的奇幻故事 男主小嫖是一位学渣,因为脑袋不够灵活,学习成绩总是班上倒数第一 而英语老师就喜欢找到回答问题 小嫖只要打不上,就会被英语老师臭骂一顿 同学们也跟着起哄,说小嫖的头就是一块叶石头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了,结果小嫖又遭到了恶霸的欺凌 恶霸让小嫖明天记得带钱,不然就死定了 小嫖非常痛苦,活得这么窝囊,不如死了算了 于是小嫖心一横,从天台一跃而下 不松小的是小嫖的头砸到了楼下的废弃电脑 虽然全身遭到了电击,但小嫖一点事都没有 这天小嫖突然问女友蔡太子,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 蔡太子说,我喜欢你脑袋硬啊,从天台摔下来都没事 这时,马路边有人呼喊着救命 原来是一个懒外心脏麻痹晕倒了 情急之下,小嫖给老外做了人工呼吸 小嫖刚对上嘴,眼睛就散发的蓝光 接着,小嫖的大脑弹出一个下载画面,并下载了老外的语言 第二天的英语课上,英语老师又让小嫖回答问题 全班同学都在等着小嫖出丑 只见小嫖的眼睛闪过一丝蓝光 接着,用一口牛腻的英语回答了老师的提问 老师和同学们近待了 蔡嫖子也傻眼了 小嫖也纳闷,这是什么情况 想了一会儿终于想明白了 昨天给他跟外国人做了人工呼吸 所以获得了他的语言能力 这时,两个恶霸又过来要钱 小嫖表示没有 恶霸恶狠狠的说,放学给我等着 放学后,小嫖很害怕,便躲进了厕所 就在小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班上的跆拳道高手进来了 小嫖宁急一动,冲上去抢吻了他 并下载了跆拳道的技能 接着,小嫖来了天台 轻轻松松的KO了这两个恶霸 有了这两次神奇的经历 小嫖顿时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信心 一转眼,马上就要毕业考试了 小嫖找到了各门课程成绩最优秀的同学 一次强吻了他们 亲了他们后 小嫖摇身一变,成了班级的学霸 而且他还以全校第一的成绩 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画面一转五年后 此时的小嫖已经成为了一家公司的老总 由于小嫖忙于工作 渐渐的忽视了女友菜带子 为了让自己的公司更上一层楼 小嫖偷偷扎破了一位公务员妹子的车胎 然后假装经过帮妹子更换了车胎 作为答谢,妹子请小嫖喝酒 几杯酒下肚,妹子有点晕乎乎的 趁着妹子不太清醒 小嫖抓住时机亲吻了她 原来小嫖只是为了盗取妹子脑中的这幅文件 结果提示空间不足,时间紧迫 小嫖只好删除了跟菜带子之间的感情记忆 而这一幕恰好被菜带子看到了 小嫖追上来跟菜带子解释 说是为了工作 见菜带子不相信 小嫖大声呵斥着菜带子 菜带子很伤心 因为小嫖从来没有这么大声的吼过自己 冷战几天后 菜带子过来告诉小嫖自己要出国留学了 由于小嫖删除了对菜带子的感情 所以小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一路顺风 分别前菜带子给了小嫖最后一个吻 这一吻让小嫖下载到了菜带子的记忆 原来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是菜带子一直默默的鼓励自己陪伴自己 这一刻小嫖终于知道了菜带子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 小嫖急忙追出来挽牛菜带子 结果被一辆呼吓而过的小车撞飞了 因为小嫖的头很硬 所以这次撞击小嫖还是没事 不过当小嫖站起来时 他脑中的系统出现的故障难平了 影片结尾 小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不过菜带子一直陪在他身边 对他不离不弃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云娜云女解忧 下次再见